不要以为 素食 一天吃那么一点点 大概这个身体健康就有妨碍了 这个我附带跟诸葳讲到养生之道 你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康长寿 苦不可以做得到的 可以做到 人人都能做到 你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心理健康 你的生理就会健康 首先要懂得养心 心要清静 心要空虚 心里头不能有东西 心要干干净净 一尘不然 心就健康了 所以佛家用语言表伐 用语言来做代表 语言 各位都懂得了 语言心有没有 决定有 语言心在哪里 找不到 心是空的 心里头没有东西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要向原心 身体 这是圆周 周要动 周不动 就不起作用 所以身要动 养身要动 养心要筋 动筋 是一 不是二 这个人身体健康 我们在社会上 学着哪一个行业 我们对这个行业 一定要尽心 尽力 把它做好 作为 同一个行业的人的 好样子 我们今天选择 出家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 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的行业 是一个义务的行业 不求报酬 尽心尽力 忠于我的支手 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向释迦牟尼佛看起 先培养健全的心理 生活方式 给诸位说 越简单 越健康 世间人 现在学会 奇奇怪怪的病 太多太多了 病从哪里来的 中国古人讲得好 病从口如 你好吃 贪吃 吃来一身病啊 那么我们身体 劳动 需要能量的补充啊 饮食 是我们能量的来源 可是你要想 能量的消耗 百分之九十五 消耗在妄想上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 胡思乱想 你吃三顿还不够 还要吃好几道点心 你才能维持 心低于清净 忘念没有了 消耗就少了 所以 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劳心 劳烈 消耗 都非常有限 最怕 胡思乱想 我过去 亲近 黎兵南老居士 我跟他生年 他老人家一生 日中一世 吃的很少 他的工作量 差不多是一般人 五个人以上 五倍以上的工作量 他一天吃那么一点的东西 一生当中 我没有听说他生过病 每一天工作 奖金 教学 还要应付 许许多多的 问题 除当时台湾本地 还有海外 天天都有人 向他请教 每一天都要有相当时间 给他解答问题 工作非常忙碌 我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懂得 养生 知道 尽量把自己的 妄想 放下 心 保持亲近 保持定会的状态 我们身心健康 我也可以告诉 各位同修 我今年73岁 没有生过病 从来没有病历过 我现在能力 这个台我跳下去 还不成问题 我们要有 决定的信心 比什么都重要 要有信心 要有智慧 不要打妄想 决定不要想自己 想自己就错了 错在哪里呢 做了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这些 主相 所以 修一切善 不要想自己 这是功德 如果修一切善 想我修了善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为什么呢 我执没破 你的果报 在六道里头 得有漏的善报 我们讲福报 你是三界有漏的福报 脱离不了轮回 如果说是一切为众生 绝对没有为自己 我执破了 这个善就变成功德了 功德能帮助你了生死 帮助你出三界 你看看 一念之差了 功德跟福德在世上看不出来 心上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